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永报心理 我是永报心理三方所所长 宗文学三方心理师 上个月其实我们都在讨论外遇的专题 因为热烈度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这个月要继续来讨论关于外遇的议题 因为其实外遇本身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我们之前其实更多谈到的是 被外遇者被被判者 这样的一个对象 当然是最常会受到关注的 可是其实有另外一个人 常常被骂的 被骂那一方 被说很该死的那一方 就是出轨者 他们的部分除了被骂之外 那如果要进入关系修复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 出轨者可以怎么样修复他们自己 甚至在他们修复关系的过程里面 出轨者他们可以表达情绪界限吗 可以表达他们什么 有一些不愿意说的吗 这个是可以的吗 我想网络上比较少 有真正的一些专题在讨论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尝试要来讨论关于 出轨者他们的 可以怎么修复自己 还有可不可以表达界限的这个话题 总共会有两集 那这两集我们邀请到 拥抱心理智商所的石立军实心理师 石心理师来帮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拥抱智商心理所的立军 很高兴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很开心 石老师其实很常接外遇的伴侣 对不对 是啊 是的 那就出轨者啦 是 他们可以怎么疗愈啊 修复他们自己 或者他们的 通常来的时候他们的状态 是 是这样子 就是 其实 刚刚这个所长问到这个 外遇者要怎么修复啊 其实这个 这题目是真的是很特别的 因为一般外遇者就是做错事嘛 所以是不太有机会有声音的 所以可是外遇者基本上他们也有很多的自己的苦痛 那可是他们可能都只能跟这个 就是另外一半说 他很抱歉啊 请原谅他 好像说来说去都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 他们也是 有很多是需要 就是 有机会谈谈的 那所以来的 很多人都是会 可能非常的 愧疚啊 或是 感觉 觉得他好像没有说话的这个话权 就很像这个加害人 不可以有加害人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外遇者能够来这个諮商 我觉得本身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边也是觉得有机会 可以谈谈外遇者的这个心情 我觉得是挺好的 在丽君给我的仿纲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其实提到的是 除了说 对不起 然后请你原谅我之外 其实外遇者其实 也要在 可以在諮商的过程中 去了解自己 什么原因 就外遇了 就出轨了 而且的同时 可以跟自己对话 是啊 因为他们 第一句话 一定就是他很抱歉嘛 那请原谅 然后会来这个 諮商的过程中 肯被背叛的一方 就很希望心理师可以了解 因为他觉得 他们都一直问不出问题 可是当然他们可能也是 有时候是不是也 就是很信任专业 可是某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也是 会有一点 专业在服务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担心嘛 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是 是人嘛 那所以外遇者他来的时候 可能 他要开始讲他的 他们一开始都会先用 比较一般的心情来说 譬如说 他非常的愧疚 怎么样可以让另外一半 可以原谅他 那可是我觉得好像 为什么说要透过这个外遇的事件 来了解自己呢 因为其实他不太知道 他怎么迷思的 那他要修复可能也是因为 这事件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一下子会非常的着急 想要赶快能够好 可是其实就很像 我们知道就是 赶快好 送急诊 可能还是要知道 病因在哪边嘛 才可以真的关系 可以修复 所以这个时候来资商 我们可能要请他 稍微就是安顿一下 有时候我们也会 让他做一些这个 提升腹交感神经的这个练习 让他可以尝试 安顿自己 可以跟自己对话 因为有时候 谈这个事情也不羞愧嘛 可是他们要怎么样 可以跟这个资商师 讲这样子 他们真实的想法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意思是说其实出轨的人 有的时候要很诚实的讲 就自己的一些需求 自己的一些欲望 反正其实很难起始 是啊 如果今天是我去做了一个坏事 那我觉得 可能要能够诚实的去面对 我可能第一个感受 最大的就是很羞愧 很丢脸 就是这样的事 那羞愧就会让很多的事情 没办法讲 那也就是不想去探讨这个事件 可能背后带来的 比较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只停在 就是原谅我 我修正 我改正 可是这样子事实上 其实他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己 所以以后可能再 遇到类似的事情 还是有很可能会 再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丽君老师会怎么样鼓励 这些出轨的人 要回来认识自己 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觉得说 我就道歉嘛 然后我就保证不要再犯嘛 或者是我就 我就过户个房子 或者是多少钱 给我的伴侣嘛 那这样就好了 可是好像也的确在智商里面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而且像丽君老师会接到一些 就是年纪比较年长的夫妻 很多其实来的时候 不是第一次外遇 很多是 很多人会说 他之前外遇过 我们都说好 不会再犯 但最近又发现了 那丽君老师会怎么样 鼓励这些出轨者 其实是真的要回来认识 是自己 OK 我想就是 成如那个所长刚刚说的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 还会签这个外遇的这个协议书 那如果再发生一次 其实一定会来智商 有时候实在是 他们认为 可能已经婚姻 或是他们的关系没有救了 所以他们想在 可能是被背叛的那一位 或是被判方 可能觉得事情实在太大条了 所以要来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被背叛的 最常就是会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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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 可是你知道 其实在这个外遇的事件 其实一直去了解 为什么对这件事的好奇 其实对这个关系的修复 并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忙 可是因为被背叛的人 很想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这个 做这个外遇的諮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分流的 那分流的原因 要分流 对对对 分流的原因就是先了解他们 为了什么问题来 那共同的目标是想要继续继续呢 还是就想要好好的分开 就是也是可以好居好散 或是修复 那如果确定是要继续修复的话 有时候就会卡在这个外遇事件 何以发生 就会一直执着在这边 所以有时候我们 要怎么鼓励这个外遇者可以谈 有时候我们会先给他一点 个别的访谈时间 可能会先帮他做一些预备 那大概就会像刚刚跟所长讲的就是 其实你只知道要说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或是有相关的这个物品的这个 弥补 弥补 那基本上其实你就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发生什么 那大部分外遇者都会有这种 好像就很压抑 他就会觉得说 老师老师 那个心理师心理师 我不想再谈这一件事 因为这一件事非常的痛苦 很羞耻 对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如果不能好好 把这个事情稍微厘清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太知道 怎么走到迷失 那怎么能够走回来呢 就是我认为他已经走到这个 外遇的迷失的路上 要了解路上发生怎么样的事 这样子我才能够 好好的在陪伴他 走回来原来的关系 甚至他们也许有些关系是 要重新调整 或是重新去思考的 所以大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他比较愿意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支持这个 他愿意说出这个心情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实外遇者是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你是假装 就像同志来諮商 你是假装你能接纳他 跟你不是 其实他是可以感觉的 因为他已经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其实也不少你一个了 所以他不相信你真的能够理解他 可是你不陪他理解 那他就没办法就是跟自己对话 丽君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大概分享一下 可以从哪几个部分来跟自己对话 你有提到一些是依附关系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依附关系我们简单的来讲 就是大家在关系中 有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 观众也可以思考一下 关系中有时候会有这个过度的承担 或过度的依赖 那有时候这个就会过度承担的人 有时候也会吸引很多过度依赖的人 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他要了解一下 他是不是在关系中 他是怎么样的这个角色 那或是现在大家青年人来 都很喜欢在网路上自己做这个心理测验 那一来就会说 哎呀我的男朋友是一恋型 一恋型人格啊 我是逃避型 就开始帮自己就是做这个智商诊断了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网路上 很多的这个资料都可以查 不过我觉得因为当人是这样子 当你看到跟自己很像的东西 你也会投射进去 就会觉得好像讲的都是你 可是其实并不尽然 所以有时候这个依恋或是这个逃避 有时候我们也要看他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只有在他的伴侣 还是他在他的家人啊 人际都有 有时候他们慢慢提 还是可以找出一个模式 因为不会有人先天生下来 就会很过度承担啊 或过度依赖 可能也都是有他的一些 慢慢的这个背景的因素 所以整理一下 丽君老师刚刚说的 就算是第一个 当然可以认识自己的义父关系 可是除了从认识自己的义父关系之后 可以去回溯自己过去的 很多的人际模式 对 包括家庭经验 人际关系 过去的恋爱经验 等等 还有你们那个 你们夫妻或伴侣之间 前面在外遇之前的这个 互动模式 这个都全部要 都可以去想一想 跟自己 然后这也是 这就是一个跟自己的对话 是 我想举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以前有服务过 这个就是一对夫妻 可是这个 现在其实LGBT 其实有很多的青年人 或是现在很多人 其实是双性恋 所以这个太太 她以前其实有同志的这个恋情 所以我想这跟 她跟异性的这个恋情 是很显著的不同 至少在亲密行为 我们可以感受到 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太太后来外遇 那基本上 她自己来这张的时候 就有提到 她以前其实有同志的恋情 其实她很怀念 同志恋情的那种 细腻跟温柔 跟这个跟男性的这个 性爱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她的先生并不知道 她以前其实是双性恋 所以像这个不能说的这个秘密 也是会形成一个 也许她婚后开始有一些渴求 或是她想到以前很美好的时光 那这件事就不会是 她的伴侣所能了解的 所以外遇的事件简单的来说 应该它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关系 可能没有被发现 最主要她就是秘密 没有被发现 那每一个人的秘密都不一样 我相信每一个外遇者 并不一定是很刻意 一开始就要做这一件事 可是如果她不是很理解 她内在的这个渴求 或是她被勾起 怎么样的这个衣服 也许对方非常的依赖她 让她感觉又回到年少这种 可以一肩扛起的 那不管是女性或男性 其实现在大家性别都是 只是身体上的男女 其实有些人非常的娇柔 可能内在是非常的刚强 是 那所以就是 如果她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可能就会在这个衣服关系 或是人际关系中 会再度的发生 那我也回应所长说 他们最后有时候 为什么会愿意谈 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 我认为这个关系 它是可以用在很多的关系中 所以如果她能够 重新来认识自己的话 也许有时候他们讲一讲 在职场或在原生家庭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 类似的事件 所以他们会知道 重新认识自己 是可以用这个事情 来平行移动到其他 感觉好像不会就纠结在 伴侣的关系 好像心里也会稍微安定一点 最后丽君老师可不可以鼓励 就是鼓励我们的出轨者 来认识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想要修复 现在这段关系 认识自己可以怎么样帮助修复现在的关系 好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发生这个事件都是非常的紧急 有点像来急诊的这个概念 所以当然我们应该要先帮助 就是来的人 外遇者想要的这个目标 因为你没有做这个及时的目标 就叫他先认识自己 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原水救不了近火 那可是如果可以这样子的愿意过来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先帮他处理最紧急的这个世界 然后之后可以透过一些心理比较稳定 开始认识自己 也许也可以让他们的这个关系 未来会是比较和谐 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推进的 丽君老师的意思是说 还是要先处理这个危机 是的 先让这个已经破碎掉的关系先修复 至少先稍微拼起来 至少不要恶化 不要恶化 对 不要恶化是蛮重要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都很希望赶快修复 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不是我们弄坏的 所以我们只能希望 透过我们的专业的帮忙 可以让他们的关系 不要再恶化下去 至少就可以止跌或止血 然后如果可以从这个基底再往上走 也许就会可以从认识自己 然后慢慢的来让关系慢慢回温 慢慢回温 好 今天丽君老师 真的很谢谢丽君老师来分享 因为这个其实说真的出轨者 真的不太愿意谈 不太敢啦 不太敢谈自己 是啊 他们会觉得说很羞愧 或者是觉得我有资格谈嘛 甚至是说 有的时候被背叛的那一方 也会觉得说 你有什么资格谈你自己啊 我已经对你够好了 可是丽君老师刚刚的分享是 其实两方谈都有 谈论自己去认识自己 都是有很重要的价值的 那个价值是在于 可以促进你们再往下走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你们新的关系要怎么建立 或者是去走下去的时候 可以用怎么样新的模式再往下走 但是所以在这个当中认识自己 是真的很重要的 是 就是外遇事件 它只是一个事件 并不代表这个外遇者 他这一生都无期徒刑 或是被判死刑了 所以我们应该针对这个事件 是的确是很伤害对方的 可是如果大家能透过外遇事件 能够重新来认识自己 我觉得何尝不是人生 一件很重要的事呢 丽君老师刚刚提到 出轨者并不是说 就是被发现之后 就被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刑 所以下一集其实我们要来谈一下 被外遇的人 在修复关系的时候 可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还有他的界限 我想这个主题很困难 但是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下一周会来谈论 所以希望下一周 可以再次遇到大家 我们每周五晚上 在我们的脸书跟YouTube频道 都会播放我们的节目 希望下周还可以见到你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